这是4月26日的星期天 我们是在内布拉斯加的西地尼 给大家报告 美国8点10分的时候 确诊是96万2041 治愈了10万08277 死亡了54,311 加拿大死46,371 治愈了16,425 死亡了2571 纽约是287,490 死亡是21,802 病死率是7.6% 新泽西死105,523 死亡是5938 马赛中赛是53348 死亡是2730 加利福尼亚是42,626 死亡是1698 病死率是4% 伊利诺伊是41777 死亡是1875 宾夕西法尼亚是416,605 死亡是1810 密西根是37215 死亡是3274 佛罗里达30838 死亡是1055 我们所在的内布拉斯加是2722 死亡是50 相对还是比较安全一点的 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就是说在美国要在11月份在74岁的特朗普和78岁的拜登之间选择一个美国的选择一个美国的新的总统 这是一个让人感觉到很徘徊的一个事情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昨天是听到了一个知的知的是那种让川普下台的一个歌曲 各个美国的人民男女老幼长让他离开那个位置 在他在那个白宫里面发推 拼命的发推发推 然后大家不能理解的是 现在大家普遍不能理解的是他要把那个就是消毒液消毒液直接注射到人体内 现在纽约市有30个电话打进来就咨询这方面怎么直接把消毒液直接注射到人体内 然后这样就能把病毒杀死 然后就能够复工了 所以大家就是不理解这种就是拉低了大家的智商嘛 应该说是能够进到白宫呢能够就是应该说是非常高的 现在大家就是进行了那种那种徘徊 所以就是一连串的出现了这个东西 呃呃呃抱怨 就成功的一个成功的人不应该是去不停的抱怨 如果抱怨的话呃 最后的结果不会是很好的 所以到11月份的时候 美国人民可以再次做出选择 选择然后去重新去投 重新去选择一次 究竟是拜登呢还是特朗普呢 这是人民要自己去做选择 最后要自己要承受 自己要承受这种结果呀 这是美国的现状 现在现在实际上 呃我吃了豆腐 豆腐 豆腐 yeah it's up with produce ok ok with the salads ok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呃然后是他有就是加州的州长 加州州州长迷森 他是在说要检测 十二月份那个死亡那个要求各级呢卫生部门和验尸官要验一验 看看十二月份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是因为什么原因死的 是流感呢还是新冠病毒呢就查一查加州人民受到加州人民受到如此打击的究竟是哪一种哪一种病毒所以要要检测 这个是个重大的最后真相会告诉大家这是张安东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塞里尼给大家带来报道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大家谢谢收看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by bwd6